这里面有提到这位僧人颂金钢金 这里面我们也 也听过老法师讲过这个公案 就是明朝七纪光 颂金超渡他的 士兵亡魂的故事 颂金可以消业障开智慧 解烟解 也可以渡亡魂 让这个不得善终的众生 可以投生到交好的境界 那么根据这个 感应篇会篇里面也有记载这一段 明朝 平定欧寇最出名的降临七纪光 他每天都会读诵金钢金 有一天他就梦到 有一个鬼魂 请七纪光帮他诵金钢金 求超渡 其实这个鬼魂 就是他的部下已经阵亡了 请七纪光 送金钢金超渡他 因为七纪光是一位很虔诚 而且肉以助人的佛教徒 所以他就答应了 可是当 七纪光正在送金钢金的时候 送到一半的时候 刚好一位仆人 奴仆送茶过来 那七纪光就咬手表示不用 当时换句话说他没有说法 但是他咬手表示不用已经动炼头了 那心就不专注了 他说不用 没有想到当天晚上 那位士兵那个亡魂 就过来就就告诉七纪光说 你今天送的金很好 可是你 你送的时候 有多一个不用两个字 所以效力 就没有 圆满 明天请你再送一部 帮我超渡好吗 第2天 七纪光特别愤怒仆 不可以再来打扰 所以就寄精会神 把这个金钢金送完 后来那个士兵亡魂就超生了 来托梦感谢 所以呢 我们一道有亲友病故 请出家人到家里来送金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情形 请出家人来送金 家人都不用下去送金 所以这样的 王者得到利益就比较少 恭敬心不够 所以 或者是说你在跟 出家人在送金的时候 在那里花呆 或是胡思乱想 不看金本 那随法师在拜颤的时候 也不知道所拜的佛号 佛菩萨圣号是什么 这样超度亡魂的力量 就非常的薄弱 所以这个悲心 恭敬心跟恋力 要恳切 所以 如果家属 家中有亲属 这个往生 在四九天之内 不断为王者诵金 尤其像地藏经 金刚经 弥陀经 就是要这样的恭敬 那么 这个功德力 就非常的大 好 好 感谢观看